来吐鲁番旅行的第一站是焦河固城 尽管当天吐鲁番的天气很热 但基本上景致都符合对吐鲁番的想象 很热但是周围的树木很绿 从火车站到焦河固城大概的话 一个小时的车程就到了 在入口处买票时间不长 但它总的会介绍吐鲁番的历史 还有历代来新疆 有过对新疆贡献的伟人的一些简介 焦河固城整体来讲 给人家一种比较沧桑 比较缥缈的感觉 但它跟敦煌比 敦煌只是冰山一角 敦煌的特点是美在壁画 但它这里的特点是古府沧桑 它基本上都涵盖了 为了保护文物旅行的客人需要 按照指定的路线行走 整个景区一气呵成 几乎没有洗手间 所以在进减点之前 最好是先去上一下洗手间 出口树也有洗手间 整个城市可以让人家感受到 沧海变桑田的一个过程 特别令我印象很深刻 是一个庙宇 它的地势很高 但是你站在那里的时候 你几乎可以感觉到它地势的比较威延 包括那种地气可以还是可以感受到它可以俯瞰整个城市的感觉 江河库城市世界上唯一一个深土建筑城市 也是我国保存2000多年最完整的都市遗址 唐西最高监政机构 安西都护府最早就设在这里 1961年被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维吾尔语称 雅尔古勒库拉位移吐鲁方市与西施工 雅尔买滋沟30米高的悬崖平台上 固城壮如柳叶形半岛 地形狭长 做西北东南走向 长1760米最宽处300米 总面积43万平方米 其中建筑面积36万平方米 都集中在古城的东南部 占古城总面积的三分之二 为河水充气 台地周园形成了高达几十米的断崖 第四巡峻 御守南宫 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因为两条河水绕城在城南交汇 顾名交河 顾城为车司人开建 建筑年代早于秦汉 寂静约2000到2300年 顾城由庙宇观鼠 塔区 民居和作坊等建筑组成总面积达 25万平方米 江河固城几乎全是从天然生土中挖掘而成立 最高建筑有三层楼那么高 经历了2300年风风雨雨 依旧归然屹立 是目前世界上最古老最大 也是保护的最好的生土建筑城市 当然我们要是进去交河固城的话 是需要坐景区车 景区车大概半个小时到40分钟 然后到了核心景区 再步行进景区参观 参观完景区以后呢 再走到那个坐七间车的地方 再坐大概半个小时的车程 再出来 整个坐七间车的过程 也是一个欣赏风景的地方 里面有河流 有长翠玉滴的垂垂 也有河流 也有沧桑的城市 是一个体验很不错的一个旅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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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